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川普在美国政坛上卷土重来 已经成为势不可挡 昨天2月28号 美国就举行了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 川普在这个大会上最后出场发表压轴的演说 各种调查和民意测验都指出 川普在共和党内仍然具有压倒性的支持 如果现在要决定2024年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川普可以轻松的赢得共和党的提名人 川普之所以在共和党内仍然有这么大的人气 这是因为川普有他的思想 他可以提出来川普主义 其他的共和党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来自己的思想或者主义 所以这样他们就和川普就差很多了 另外这次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 前国务卿蓬佩奥这些强硬派也都纷纷出席力挺川普 蓬佩奥很得意的把北京对他的制裁当作他的一个成功来宣传 也就是说北京对蓬佩奥的制裁反而等于是给蓬佩奥的成了他的奖状 川普在这次的保守会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表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 对现任总统拜登提出尖锐的批评 川普痛批拜登上任以来在边境安全问题移民政策能源政策方面等问题上做出了很不恰当的行动 但有趣的是在对中国政策问题上川普并没有对拜登提出批评 这就有一点好像不可思议了嘛 因为以前在总统竞选的时候 川普对拜登最大的批评就是在中国问题上 在去年美国大选的时候 川普和拜登在中国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川普抨击拜登对中国软弱跟中国有利益关系 称拜登是北京拜登 说他是替中国站台 那么昨天川普在保守党行动大会上对拜登 虽然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 但是偏偏没有批评拜登的中国政策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这次拜登在中国问题上防守成功了 拜登上任以来在对中国的问题上 他确实也是保持着一个很强硬的态度 包括是迟迟不给习近平打电话 因此呢拜登对中国问题上啊 就是说没有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川普抓到把柄 所以这次川普也罕见的就没有通缉拜登的对中国政策 也没有再提北京拜登了 那这次拜登在中国问题上防守成功啊 但是却让北京因此作为躺枪 因为本来呢北京是指望拜登上任之后 即使中美关系不能回到从前 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来改善中美关系 可是拜登上任到现在一个多月了 中美关系不但没有丝毫的改善 而且还在继续的恶化 北京的高官又轮番出动向拜登喊话 包括习近平本人都是向拜登喊话 向拜登强烈呼吁希望改善中美关系 但是都遭到了拜登政府的冷遇 现在北京对拜登也是感到绝望了 最近呢北京已经不再向拜登喊话了 而且北京最近的一件行动啊 也就是说表示他们真是准备放弃 和美国这个重归于好的旧梦 北京对美国的绝望啊 他第一个动作就是他反过来 开始指责美国搞种族灭绝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卸任的前一天 他就代表美国国务院宣布 北京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的政策 然后呢继任的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 他支持蓬佩奥对北京在新疆 实施种族灭绝的这个定性 不过在那个时候呢 北京对拜登还是心存期待 他们对拜登政府在对这个北京的指控方面呢 他只是进行了否定 他没有进行反击 不过现在呢 北京对这个拜登也不再心存期待了 所以呢 现在北京也开始对拜登不客气的要进行反击了 我们回顾一下拜登在1月20号上任 当时候1月28号呢 美国新的国务卿布林肯 就是说在指控北京新疆地区 实施种族灭绝政策方面 他也是赞同了前政府的政策 不过当时北京外交部战狼 发言人赵立坚 并没有对拜登政府进行反驳 他只是否认说我们没有干这件事 当时赵立坚所谓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这句话一时间还引起了中外媒体的轰动 当时呢 赵立坚在说到中国在新疆 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时候 他就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中国没有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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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号 由此可见 当拜登政府要继承川普政府 对北京这个实施种族灭绝的定性的时候呢 应该说让北京感到恼羞存怒 但是当时北京对拜登还是抱有那种希望 他们叫敢怒而不敢言 只是说否定拜登 他们对北京这个搞种族灭绝的指控 但是没有进行所谓的反击 也没有反攻 但是呢 随着拜登政府对北京态度的强硬 北京对拜登也就绝望嘛 他也就不再克制了 也不再什么敢怒不敢言了 他们就开始要公开对拜登政府也开始发起反击了 2月19号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西方的一些人一直喜欢居高临下跟中国谈人权问题 习惯于在教师爷的位置对中国指手画脚 种族灭绝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是曾经现实存在的事实 美国通过西境运动大肆驱逐杀戮印第安人 澳大利亚曾经推行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对土著居民实施灭绝 2月25号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再次说 这些国家不要忘记他们屠杀原住民的历史 种族灭绝的帽子还是留着他们自己戴吧 这也就是说北京对拜登政府的态度是越来越不客气了 他们要公开的进行反击了 那我们对比一下北京外交部对拜登政府指控北京新疆 种族灭绝政策的回应 在1月28号时候呢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中国没有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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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号 到了2月29号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种族灭绝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是曾经现实存在的事实 再到2月25号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这些国家不要忘记他们屠杀原住民的历史 种族灭绝的帽子还是留着他们自己戴吧 由此可见刚开始北京对拜登政府还是心存期待 还是比较客气 就是说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好像改变现在的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 那么现在呢 北京对拜登已经不再心存什么期待了 对拜登也就不再客气了 最近拜登政府的所作所为啊 确实是让北京感到越来越绝望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也说到 拜登政府就计划不顾美国企业界的反对 就要让川普政府制定的对中国高科技的封杀规定 在3月22号正式的生效 另外呢 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在2月26号也决定 根据美国前总统川普去年11月签署的一个行政命令 他们现在要开始正式将中国的大型国油石油企业 就是中海油公司要进行摘牌除牌 这也表示说呢 拜登他要全面的继承川普总统对北京的强硬政策 用比较文学的话来说就是川规败随 美国司法部也继承了川普总统时代 针对北京这个抓间谍的行动 最近呢 美国司法部表示发表声明 他就说啊 居港的中国商人吴志荣因涉嫌偷窃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商业机密被起诉 拜登政府呢 还要继承川普政府严防北京军人 来混入美国高效的政策 现在美国政府的一个国家安全机构 就提出了措施 要旨在防止中国的军人混入美国的高效 由此看来 拜登在各方面就要继承 川普对中国的强硬政策 那么川规败随 已经成为了事实 而且拜登自己啊 他要展开一个新的对北京的经济攻势 他签署了一个强化美国供应链的一个总统令 就是要支持美国的半导体药品 还有其他尖端制造业技术 拜登这个强化美国供应链政策呢 其实呢 就是过去川普总统让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政策 只是说法不一样 换汤不换药 拜登说要强化美国的供应链 其实就是针对中国啊 他要减少美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 这对于北京来说 拜登似乎就是准备要对北京 发起另外一种形式的贸易战 特别是这次拜登提出要在世界范围内 要建立一个美国为首的叫做供应链安全联盟 而是在这个供应链安全联盟当中 很可能把台湾也正式吸纳进来作为正式的成员 目前台湾在芯片制造这些高端产业方面 他确实还是有很大的实力 如果拜登政府把台湾正式吸纳到美国这个安全供应链联盟里面 不仅可以大大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而且也可以使台湾成为一个美国不可缺少的伙伴 这样一来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就不单纯是为了要去保卫台湾问题 保卫台湾就成了保卫美国自己的供应链 就成了保卫美国自己了 因此如果是这样的话 美国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胁态度 那完全就会不一样 北京对美国的政策 曾经他们很乐观的认为 这个中美关系只要拜登上台之后 马上就会有很大的松动 那以后中美关系就好办了 可是现在拜登上台之后 中美关系不但没有松动 而且还在继续的恶化 那么北京当然对拜登也就感到绝望 那么北京对拜登绝望之后 那北京这个对美国的政策方针他怎么办呢 美国对拜登新政府 他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呢 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吧 现在北京是一个傻眼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他们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呢 当前北京的强硬派是有所抬头 强硬派就认为呢 不管美国谁上台都一样 中美关系已经是不可能走向好转了 只能是越来越糟糕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北京对美国再做什么退让就没意义了嘛 所谓伸头也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美国这一刀北京是躲不过去了 那么现在北京就考虑 是不是对拜登我们也要采取一个强硬的对策 那北京对拜登采取强硬对策 他的方法之一呢 就是不停的要制造各种的军事的紧张局势 就是故意要给拜登政府制造麻烦 让拜登感到紧张 试图用这个办法来让拜登政府感到害怕 从而对北京让步 首先呢 北京是在南海地区 要故意制造这个军事紧张局势 根据外媒的报道呢 卫星的图片显示 最近啊 北京就加紧在南海群岛中 面积最大的一个人工岛 叫做美激礁 在那个地方要把美激礁大建设 成为一个 所谓全面升级为一个正式的一个军事基地 如果说北京停止在南海岛礁修建军事设施呢 你还可以认为他们是对拜登政府 释放一个友好的和平空气 可是北京最近却加紧对南海人工岛礁的军事基地化建设 这就是明显要针对拜登政府嘛 就是要故意制造这种军事的紧张的局势 让拜登政府感到紧张和害怕 其次呢 北京是在东海地区 他也要故意制造这个军事紧张局势 据日本媒体报道 最近的中国的海警团 是更加频繁的进入中日领土 争端的钓鱼岛附近 也就是日本所谓的间隔群岛 那么这样就引发了日本政府的抗议 对此呢 日本方面也表示出一个强硬的态度 日本的防卫相岸信夫在2月26号的记者会上 就暗示表示说呢 如果中国的海警船试图在钓鱼岛强行登陆的话 那日本的自卫队可以实施 使用武器来进行所谓危害性射击 也就是说日本军队可以向中国的这个海军的这些舰船 进行武力射击 这是因为日本担心啊 如果现在北京搞什么冒险活动 他们要派军队要强行登陆钓鱼岛 这个时候如果日本方面不敢进行武力驱逐 那就会让北京占领钓鱼岛就变成一个既成事实了嘛 所以现在日本方面要先放狠话说呢 如果是北京如果在钓鱼岛方面 如果敢于实施什么强行登陆的这些极端行动 那日本自卫队是可以首先使用武器开火 日本试图用这种强硬的表态来打消北京在钓鱼岛的冒险行动 面对北京在东海地区的挑衅行动呢 美国政府是强硬的表态要支持日本 但是最近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 他是说话用力过谋 口误说是美国支持日本 他说成是美国支持日本拥有对钓鱼岛的主权 这个说法就和美国过去的一贯政策就不相符合了 因为美国过去在钓鱼岛问题上 他一贯宣称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 他是持中立态度 这倒不是因为美国怕北京 而是因为历史的原因造成的 在二战之后呢 日本的冲绳岛包括钓鱼岛这些岛屿啊 都成了美国的托管地 就是美国是在冲绳建立了一个琉球政府 他是发行这个独立的护照 那时候冲绳琉球呢 是不属于日本的 他也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海外的一个独立的行政区 那么可以说当时是美国拥有对冲绳岛和钓鱼岛的主权的 在1972年的美国把冲绳岛就归换日本 当然也把其中这个钓鱼岛也一起归换日本 但是这个时候呢 当时的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就首先提出意义 说这个钓鱼岛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不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 后来中国大陆也紧跟上来 宣布说钓鱼岛是属于中国大陆的 这样一来呢 就造成了日本台湾中国大陆都宣称 对钓鱼岛拥有主权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美国好像也不太好表态 干脆他就说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不表态 他只是默认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支配权 那么这一次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是叫做用力过猛 他把美国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支配权 他说成是美国支持对就是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 这样当然就违反了过去美国政府的一贯方针了 后来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进行了道歉 但是同时也表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是坚定的支持日本 这点完全没有变化 有一些人呢就把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的道歉呢 就误认为是美国政府对北京服软害怕了 这个看法呢是不正确的 那北京故意制造军事紧张局势的第三个地区呢 当然就是台海地区嘛 最近一段时间解放军军机不停的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进行各种骚扰活动 故意要制造台湾地区的这个紧张局势 对此呢台湾方面当然也做出反应啊 台湾现在目前占领的这个东沙岛和太平岛上 就要实施炮火的尸弹射击演戏 用强硬的姿态来阻止解放军的一种试图的冒险行动 那面对北京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这个军事紧张局势的 拜登政府是派美国军舰第二次通过台湾海峡 再次警告北京不得轻举妄动 不过呢现在北京就是故意表示出来 他们就是要在军事方面要来什么群以妄动 就是要故意给拜登政府制造麻烦 他们试图在南海东海台湾海峡 同时要挑起军事紧张 让拜登政府叫做自顾不暇焦头烂恶 从而改变对北京的强硬态度 当然了北京对拜登的这一招 可以说一个冒险性很强 叫做双刃剑 如果是北京这些军事挑衅这个冒险行动 不能让拜登政府害怕 不能让拜登政府对北京忽然让步的话 他会相反就会换来拜登政府对北京 更加强烈的反弹和打压 但是呢现在北京除了这个一招之外 他们对拜登政府也想不出其他的更好的招数 所以他们现在也只能用这一招来对付拜登政府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